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五台北股市盘前解析 我们会邀请众英财富分析师 陈维采来为我们解析 不过在进入分析之前 我们先来看台北股市昨天的表现 那么昨天台北股市在美股大涨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大涨的激励之下 开高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 涨幅是收链的 最后收盘上涨了101点 收盘指数14301点 涨幅0.72%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了1720亿元 这里面外资它的成交量 不管买进卖出也都增加 是这个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好 那至于OTC的部分 则是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 只有小涨了0.29点 收盘指数是183.76点 涨幅0.16% 成交金额是514亿元 昨天三大法人当中 外资是站在买方的 这也是激励台北股市上涨的重要原因 另外呢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呢 昨天呢上涨了9块 然后使得这个台积电的股价来到458.50 那这个呢使得台积电的股价呢 暂时摆脱了就是封闭巴菲特跳空缺口的危机 一度曾经封闭 那现在呢又拉回到这个当时呢 这个传出来巴菲特买台积电的时候 那个消息的这个跳空缺口的中断 那不过呢昨天呢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在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呢 上升到超过了50% 好那之前呢因为传场单道 所以呢我们看到电子股的成交量呢 已经降到了40%左右 那这个呢也是使得台北股市呢 低迷不振很重要的原因 好那昨天呢这个三大法人外资呢 站在了买方 然后呢这个投信呢 自营商呢那么有小幅的调节 我们怎么样来看 尤其是这里面呢 在集中市场的部分呢 尤其是台积电表现良好的情况之下呢 维持相对的高点 但是呢在OTC的部分就相对弱势 要怎么来看待 好看到我们现场的综艺财富分析师 陈维泰 维泰怎么来看待 今天凌晨当 虽然昨天反弹了 但是因为今天凌晨美国股市下跌 所以呢台指期的夜盘呢 其实也是下跌的 所以对于台北股市间应该会开低 那后续影响 好的 父亲早安 大家早安 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台北股市 1600多亿 1700多亿的成交量 事实上呢已经反映了就是 现在投资朋友大概不想要 报股过年这件事情 对因为加上今天 其实大概就只有剩下八个假日 对 OK 那只有八个假日情况之下 说真的 这边要让投资朋友 在这边去做进场 去做买进 我觉得这个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就算有买进 我们在最近看到了整个盘市上面的发展 好像都是属于就是短线上面进进出出 一天涨一天跌 那例如说像前几天 有一些所谓跌升的 包括像车用电子的反弹 记忆体的反弹 面板族群的反弹 甚至我们之前提到的像是航运跟钢铁 都是有出现轮流反弹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都没有看到它有连续性的一个上涨 甚至包括像是电子股跌升的 Driver IC OK 天域啊 联用啊 敦泰等等 他们在过去这一个过去这一个几天当中 都有出现反弹 那都没有出现延续 所以呢我想 呃从目前的台北股市来看 虽然说呃在这一次 呃回撤季线 到目前看起来是属于呃就是 惊险守住 嗯 但是呢上方的有这个下弯的月均线 那在月均线能不能够去往上做突破 我想很重要的关键 当然就是在成交量的部分 哦那成交量呢目前看起来全资股如果说持续的休息 熄火情况之下呃要一举去突破这个月均线 哦扭转成为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多的格局 目前看起来还是要呃再多加一把力 不过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在昨天我们看到了电子族群他的一个成交比重又回到了56个percent 对不管是在集中市场或者是在电头市场都有回到50percent以上的一个情况 嗯那尤其是在这个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例如将世界先进昨天竟然上涨超过5个百分点 嗯然后其他的包括像是联发科或者是呃啊瑞玉亚联勇这一些的一个半导体公司 断台机电涨个2个percent抽盘也算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 对贡献非常大对哦哦所以我想呃以目前来看呢应该就是说暂时可以比较不用这么担心就是呃行情会出现在另外一波的一个下跌 但是呢超在操作上难度还是蛮高的因为现在的盘式上面它是属于轮动架构 嗯那这个架构在我们过去这一两周都有持续跟大家去做一个报告 那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呃去做一个就是呃改变那唯独就是说一些相对高档的一些个股 哦像上午提到的一个呃例如说像是细枝材相关的个股昨天还是有在拉回 嗯哦包括像M31包括像是金星科包括像是创意等等嗯哦 哦呃所以在这些相对高档的包括像是这个IP啦或者是安控啦 哦或者是在一些掌舵的一些生计呃或者是说像是工业电脑等等的哦 这些的一个族群的部分呃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一些就是过年之前的一些节钱卖压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呢在农历年前看起来季线因为现在金钱守住了之后呢 也许这个支撑看起来是还蛮强的嗯所以既然季线的支撑还蛮强的 但上面又有月线的压力啊半年线昨天呢又一度站上但是没有办法站稳没办法突破 嗯嗯所以上有压下有底这个会一直持续到农历年前吗呃其实我个人判断应该会在年后才会做一个比较明显的表态 嗯因为现在大家呃不想买就不想买嘛反正剩八个交易日我就是不买嗯啊那年后看状况如何如果真的不错大家在一起买嗯这个是目前没有买的人的一个操作的心态 那如果说这几天有买的大概也在想说那我就拼着五六七个交易日拉上去我还是要卖的嗯哦所以我觉得要出现波段性的一个变盘跟表态 其实我比较prefer会落在就是年后嗯好那年后如果说哎真的呃国际股市都是太平无事的话那么应该就有机会往上再去做一个走高 哦那全年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啊嗯我不知道大家呃有没有最近在看一些就是呃一些个股哦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到昨天为止呃成交价格在五十块钱以下的公司上市价上柜嗯 你猝猩好转肆你猜猜看大概有几家你说五十块钱以下的公司五十两三�awatging以下啊嗯嗯总总数向近两千家嘛对不对嗯嗯所以我猜五十块以下的应该是四分之一吧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都是五百家OK好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总共是一千一百七十八家哦哦 这么多 对这么多 这样同版股就变好多 对同版股是50块钱同版 不是10块的 50块钱同版股 50块也是同版股 有超过1100家 换句话说 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 是说虽然大家对2023年的展望 不是这么好 不管是主技术的GDP成长率 或者是国外的GDP 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数字 就是说现在50块钱以下的公司 有超过1000家 然后假如50块钱 再太多了 我们用30块钱来看好了 也有七八百家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个股 它已经跌到了 就是就股价来讲 它算是相对比较平易近的 因为说真的 我们在过去两年 我们看到的一些 也很多一些电子股 真的买不下手 动辄两三百块 都买不下手 那时候千元俱乐部 也还好多家 对 可是现在我看到的数字 我有点吓到 就哇 这有一千多家 是50块钱以下 那这50块钱以下 一定有相当多 就是过去 基本面不错 但这次做拉回的 OK 那公司本质 不差的情况之下 难道 2023年 也许最坏下半年 难道不会有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必须要去 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会决定大家说 这边不要一直在 就是 就是一直 把自己往牛角尖 钻 你二三年不好 没有机会 其实不一定 因为股票市场 现在其实 一千多家 在50块钱以下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对今年的看法 的确是没那么悲观 原因是因为 去年底的这个 六都选举 然后议员的选举 基本上执政党的 表现不好 所以我认为在今年 他们会卯足全力 要去挽回这些的 所谓流失的一些民心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是六千块钱的现金 这些事情可能只是开始 未来可能在民生 或者是在财经 相关的一个政策力多 可能会陆陆续续发放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我对今年的行情 我过这个年年假 我觉得我思考一下 好像不需要太过的悲观 而且现在那么多个股 是在50块钱以下 30块钱以下 都很多 所以你刚刚讲的 两个重点 一个是 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 跌得太深了 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 就算国际大环境不好 但是政治上来讲 会政策力多不断 我认为这个机会很高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其实要分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农历年期间的专业用工股 要拿来研究的 并不是说很快的 这个时候就要进场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就很短线来讲 要可不可以报股过年的个股 我们先从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因为你刚刚前面 其实前几个礼拜 就已经不断提醒大家 有一些在高档的 比如说像细制裁 像安控 然后像这一个生计股 你从现行 你从筹码面看 你觉得他们筹码已经松动了 虽然高档 但是反而要获利了结 那看起来修正幅度非常的大 那现在那种 你不建议报股过年 你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有哪些 有哪些呢 你觉得勉勉强强 可以报股过年的 因为既然是农历年后 才要见真章 恐怕比例也不能太高吧 对对对 我认为 这跟如果投资朋友 想要去做这个 报股过年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持股比例 还是维持在五成左右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而且呢 这个这些持股 最好就是说 它在过去 例如说十月 去年十月份上来这一波 它的底部形态 是很确定的 这种股票 其实反而就可以去做一个 就是拉回布局 或者是报股过年的一个情况 这个第一个是比例的部分 对对对 那至于说 要卖哪些标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现阶段 其实持续在做卖操的 还有像投信相关 所以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 你还是要从筹码面去找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重音财富分析师 陈维泰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我们先来提醒大家 不建议报股的这些类别 然后后面再来谈 建议可以考虑报股的 然后中间也许有时间可以来谈 那可以好好过年期间研究的 嗯 好 现阶段这个要把现金抽回来 然后年后再布局的 其实不是只有一般的投资朋友 其实法人也是 我们看到在最近像这一个 投信 其实他们也在一直在 做一个换股操作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就投信最近这五天 他们在这个卖操的一个过程当中 发现到一些 相对高档 过去曾经买了比较多的 例如说像之前所提到的智源啊 或者是荣钢 这些都是属于由原本的买超转卖超 或者是像他们甚至过去又买过像华星光 嗯 还有像台康生 哦 这可能都有一段期间很热的股 对 然后还有像是预期KY 最近股价拉回 它背后下跌的原因 其实也是投信这边再去做卖潮 好 可是这些就是相对高档的个股 可能就真的要稍微的去做一个避开 嗯 真的包括像台达电 哦 这一类的一个标的 那像我刚刚说提到的这个 所谓工业电脑像是广机 最近也是在这个投信卖超的一个名单当中 嗯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先去避开这些的一个标的 嗯 但是有一些标的我个人认为说 反而年后会有点机会 嗯 同样是在投信卖超的名单当中的 嗯 例如说像是核达 嗯 哦 这些所谓的特斯拉相关的供应链 嗯 因为前阵子特斯拉的股价实在就跌得有点点夸张 所以逼得投信不得不把 去年就跌了三分之二以上 呀 呀 所以不得不让这个投信把手中的这个特斯拉相关的供应链 然后把它去做减码 当然特斯拉它表示出来的包括像减产 包括像停产的讯息 也的确可能会对于这供应链的一个基本面造成影响 嗯 可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像1536的核达 嗯 我观察到就是投信对它的一个持股已经降到不到一个percent 哦 换句话说 如果投信的卖压 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之内能够出现就是库存出清的话 嗯 那很可能它的一个股价就有机会在呃年后就会有出现就是落底反弹的机会 那核达 好像有一点卖到没有办法再卖了对不对 对 嗯 OK 然后现在核达还在破底就对了 呃 昨天稍微有一点止跌的味道 对有一点点止跌 对 但是它是一个前三季EPS大于去年全年的公司 嗯 所以它并不是有这么烂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像类似这种核达的一个公司就是投信的一个调整 似乎有一点点过头 嗯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 所以但也不要说绝对去摸底啦 我刚刚讲就是说 哎当投信卖压卖完之后 他可能会先呃沉淀一下 这样说这个打底不要再破前低 那或许像这样子的股票年后我们就可以接受留意 所以这个是属于过年研究股 对过年研究股 对对对对对 那投信其实这一波的话我们在买的其实有一些在低档股票 呃 而且买的也蛮积极的 例如说像NB相关的族群 我们从上礼拜一直跟大家提 嗯 就是哎最近其实可能第四季开始布局吧 因为大家预期第一季库存会降到地水位 然后第二季可能就落底 所以像是包括像是音业达 包括像是人保 OK 这些都是属于在投信有在做布局 那当然其实他们呃 第一个也是属于同班股的行列之一 嗯 二三十块 嗯 OK 那在资金避风港的考量下 我觉得我们选择它也是也蛮合格的 嗯 再加上它的这个获利数字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查 嗯 那其他的呃有一些新回头去买的 我觉得可以持续做观察 例如说像IC设计里面像刚所提到 Trival IC的天狱 OK 这其实也是也是就是可能已经坏到一个一个一个 底部了不会可能在不不太可能会再坏的 那天狱同族群的还有3034的联勇 这边其实也是都是他们在最近有才出现持股回补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个股 嗯 嗯 那甚至还有像是8069元泰 这个在去年第四季也是跌的乱七八糟 嗯 他这边也看到投信开始去做一个持股回补 OK 那像世界先进昨天为什么大涨也是投信在买潮买回来的原因 所以在投信买潮这部来讲我觉得就是有些个股其实年后是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关注跟留言 那可是这一些因为投信回头买啊 其实我们看过去这半个月的时间 嗯 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其实都有相当大的涨幅 甚至于像联勇的话 他最坏的时间点其实是在呃九月底 对 他这比所有人都要早落低 对 然后从十月初到现在 他是算涨了一大波哦 因为最低的时候两百一现在已经是三百三十九 他已经涨了 哇这这个涨了超过五成了耶 对啊 所以说 可是这个那这个时候 嗯 嗯 好第一个手上有个股的该怎么办 然后能够在这个过年前追吗 你的建议 好我当然觉得说这个不用追啦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投信的一个操作上来讲 投信对联勇哦 我看到了最近这三天就是一月三号四号 也就是回过头来二零二三年前三个交易日 他每一天都是买超一千多张 嗯 一千一一一千九一千一 甚至在昨天其实外资也加入买超的一个行列 嗯 所以我认为说外资或者投信这边去做一个布局跟回补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是是是是是合理的 嗯 那当然其实连用大尺寸的Driver IC的部分 他跟NB本来就不太一样 OK那电视有电视上面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认为说在法人的筹码面上来讲 我觉得以目前他的本益比上次我们提到 这本益比是不到10倍相关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法人去回头去买超跟布局 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嗯 对 那操作上面的建议是 好问题 操作上面来讲 这边因为他短信上面 来到了波段的高点在昨天 可是最近的涨势的确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 退不太动 可能要稍微休息 因为量缩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会判断就是说 这边拉回 如果从他过去股价的一个pattern来看 大概都是沿着月均线往上走 嗯 所以我想说在拉回 如果有机会回升月均线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低接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在像联勇这一类 就是我们看到投信已经回头买超 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他的筹码变化 那么投信 投信大卖超是在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 也就刚好是在联勇 开始落底然后转强的时刻点 然后反而是在12月底 然后1月初开始大幅度的重新买入 是是 好吧 这个是投信的操作了 这样看起来投信操作好像也没有高明在哪里 只是他手上的资金部队比较多而已 你看他一直到12月的16 19 20 21 22 23 还在天天砍一两千张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要看何大的原因 嗯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你看看观察到 他们在在在操作上 通常都是会卖超过 嗯 卖到超跌 然后最后呢 当他跌不下去 股价已经涨一段之后 他再回头再追回来 嗯 好 所以我才说像这些是 呃 投信现在一直在卖 但是国家有点卖不太下去 未来可能会超跌的 这些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 接下来年后就可以去做留意 对 好 这原因 所以呢 这一些是属于 呃 刚刚铁面提到的不能报股的 那个投信在调节 而且才刚开始调节的 真的不能碰 但有一些可能已经调节到尾声的 至少过年期间你可以拿来研究 好 并不建议说现在就要买进了 好 因为修正的幅度 可能还不见得会结束 好 比如说像核大 但是投信已经在布局 你手上有的话 其实你就会比较建议他报股了 对不对 嗯 好 那可是这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的部分 有些其实 涨了比较多 所以 包括像中心店 嗯 这种虽然投信有在买 可是我说实话 我不会建议大家在 最近这八个交易的去做一个进涨 因为可能就进到相对的一个高档的位置 嗯嗯 所以传统产业的部分 我倒觉得这边我 我例如说华星 这个也是都在相对高档 我不会建议大家去做 嗯 然后 但台泥昨天有出现上涨 嗯 但这台泥就是比较没有涨到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传产股 那会不会持续上涨 我不确定 但是呢 因为它是大型全资股 所以我觉得在量小的情况之下 类股轮动或许会轮到它 但会不会长出波段趋势 我觉得 这个还要再过观察 嗯 但是有一个族群 我昨天有发现到 算蛮整齐的 嗯 就是金融 嗯 金融类股 它在过去这一个月 不是只有投信在买潮 外资也在买潮 嗯 而且呢 它的整个位阶上相对低的 所以在类股轮动的一个结构下 金融股是有条件的 去做一个发动 嗯 在加纯码面 外资跟投信都在买潮 嗯 那这波金融股 以昨天的 呃 金贡股的一个涨跌幅度来看 我觉得 第一名是赵峰金 嗯 昨天赵峰金涨相对比较多 超过两个percent 2886 嗯 那它昨天涨两个percent之后呢 它的一个股价 其实也 呃 突破了波段上面的新高 这一波段以来的新高 嗯 哦 所以我觉得在关股 呃 在关股的一个行 这个 呃 选股上面来讲 我觉得赵峰金可以当做一个指标 嗯 当做一个指标 嗯 那至于说在民营金控的部分 这波维持在相对高档强势整理的 应该是台心金 嗯 OK 台心金也是在昨天也是有做一个 就是收红可以往上去 走高 试图要突破 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个 呃 整理区的一个味道 嗯 台心金可以算是在民营金控里面的一个指标 嗯 那其他的 同版股的部分 说真的 像台心金一张 一张大概是15块钱左右 15 对 15.4 对 一家四口就可以买一张台心金 6000块钱这一次嘛 对不对 就可以买一张台心金 OK 对不对 那如果说只是夫妻 没有小孩就可以考虑 像2834台气银这种 那在13块钱 两个人 夫妻两人就可以买一张台气银 好 这些呢 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要非常谢谢陈维泰 要非常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